10月31日 谭友林李克勤 左林优利演唱会宣布再加两场 10天内连开13场演唱会 也破了两年的纪录 早前两人就表示 在跳正多眼瘦一身操减肥 今儿两人并特意录制舞曲 河马跳板 准备在演唱会上带动歌迷 万人抖臀 齐跳河马舞 我要配合歌词里面的内容 做一个河马 然后在现场第一场 开始瘦一身 看完之后 要不要笑这个效果 他等了当河马 等了很久 对啊 这个对全人员 很大的考验 看来两人这次是彻底活出去了 是要比上次钢关舞来的更劲爆 不知道到时候的造型上 会不会也有惊喜呢 不会太夸张 我是无所谓 但是他要面对两个小孩 对家里面小孩子还小 我怕又花很多时间去解释 给他听 爸爸为什么会穿成这样 还有他有老师 老师会来看 对 还有真正校长会来 对 校长也会来 在真校长面前 谭校长也不敢造次了 中心娱乐整理报道 每一直到 中心娱乐整理报道 那是